可是你保他的话 在下个星期 路不会那么好走 我知道 是 没错 如果 我知道 如果我保了他之后 可能 但这话就相当于 关明昂上周来跟我说 如果 你跟他进了那头 他说你将来会威胁跟他 但是我那时候 依然会选择保你 是一样的 可能我现在做决定 我不太会去看 对未来的我 有没有更多的好处 我会更加从感情出发 可是说如果 他留下了 在五强里面 三个男生 两个女生 接下来走的距离 很大的会是 男生的话 不一定 这个没有任何的概率可以 我觉得 这个不会按照男女的 比例来走人 这是不可能的 我只是说我的想法 因为决定权 其实还是在你手上 让我做一个 你做的 我可以做的 我可以做的 你做的 就会比较 我来做的 我可以做的 你做的